他們的那個祖先喔 蓮元巧跟吳兒 大小仙 什麼大小仙 姐妹的先生 他們來 他們就帶著那個溫馨祥的神像過來 他們本來是帶那個山姿 可能在山姿覺得說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坐船坐船坐到那個貢鳥那個營鳥那裡 然後走路走走走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走到這裡他們也沒有停下來 他們還是繼續往那個山雕林那裡走 走到山雕林的時候 只要走一走 想走這麼遠就回頭一看 覺得雙溪跟牡丹那個方向很漂亮 就像世外桃源一樣 這個山雕林 人家說過了三條而已 不要太想不走 因為那個山路很危險 所以他們就看說他們又走回來 然後在雙溪 特別想一想在雙溪很好 為什麼 沒人大 那人沒人大 沒人沾 而且水灌溉方便 地 在這家這裡都是平原 地平又可以耕種對不對 然後又有魚 有兩條鰭 又有魚可以打 可以抓 又有什麼 山林可以狩獵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最重要就是 離花仔改喉 離那個原住民園 所以他們就決定在這裡 住的不是這裡 你們如果坐火車的時候 那個南天宮 剛剛那海山喔 坐火車班 那人圓橋它 他們本來就是在那裡定居 為什麼 因為那裡有一條鰭文 在那裡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定居 定居了以後 其實剛才我們去了舉人錯 它是日本時代又蓋的 為什麼 因為喔 因為那他們本來是住在南天宮那裡 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們是很和平 因為雙溪人聽到日本人要來 因為以前有聽到日本人要來 一定什麼 跑 可是只有一家那個打 在那裡沒走過 因為他說 我這個機器我抬不動 我到別的地方我餓死 乾脆我就在這裡 讓你看你日本人要怎麼載你啊 結果日本那個親王 那時候是那個親王來 他一看到說 怎麼這一戶人家沒走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進去問他說 為什麼你不跑 他說 他就講給他 我跑幹嘛 我去那裡搞不好沒飯吃 結果可是這個親王很高興 當天晚上就住在他們家 當天晚上就住在他們家 然後呢 他們就陪 然後他那個有一個兒子 他就那個 把他陪子去日本流血 然後回來 後來還當官 因為最主要 你雙七人聽說 這個人沒有搬走 沒什麼事 就全部全部 又搬回來了 然後就慢慢就露起來 可是 因為大家本來都和平相處 可是 因為在那個三叉坑 我們這裡有一個三叉坑 就是你們那個蓮花 你們在蓮花園 那裡附近 在一條路 在這區 三叉坑 日本兵要巡邏 他巡邏到那裡的時候 地方上一定會有抗日人士 結果他們就把他們一搬 三十個官兵 還到 村一個黨燒的 回去 結果日本政府就很生氣 說 我對你們是已經 這麼和平相處 結果你趕快人台姓 可不可以是要下了一道命運 說 看著神經 台 看著神經 這道命運下來 一定要怎麼樣 很多官兵來的時候才能執行 可是這個消息 馬上就 因爲 馬上就洩漏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都跑了 所以連一舉人說 那人現在也燒掉了 那人現在也燒掉了 可是燒的時候 還好 那個病 不知道誰人會收起來 那一位舉人說 那一位舉人是真的 他會把他收起來 文貴那一個 對 文貴那一個 不知道誰 他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說 是隔壁的人幫他收起來 還是 還是說什麼人收起來 不知道 可是就是有一個是 在別人的倉庫裡面發現 知道他們的 再把他運回去 那他是經過那個什麼 油漆的對不對 其實本來回來很壞 壞壞的 壞壞的漂亮就好了 他們的好人 後來說 啊 仙人留下這一塊而已 這麼壞 他就拿去噴漆 很可惜啦 不噴的話好像更好 要給他噴漆 然後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修起 啊不要 這事件平了以後 然後再怎麼樣 就是仿造以前的 舉人錯在蓋的 所以這是日本時候 又建起來的